今天去中心开会 欧洲杯快来了 而且中心在里面讲 对吧 对我作为我们业主来说 正的是什么 正的是销量 所以说我们分享的时候 尽可能低 就是说越低越好 就是能够让产名能够接受就好 但是其实说真的 我不想那种分享方式 但是经过最近的一个成绩 我觉得适当的融合吧 对吧 而且我有我自己想法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再加上说 还是比较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下 第一场比赛 罗超的罗森伯格对阵 那个一个奥斯路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罗森伯格算是罗超的咬油条了 然后那边是一个生败嘛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双方有握手言和的可能性 然后罗森伯格这边可能更强一点 这场比赛我们看个 0分钟或者22分钟 或者21分钟 第二场比赛 罗超的奥德对着莫尔德 对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双方的一个实力对比 包括莫尔德 虽然这场比赛做客 但是我觉得成绩应该还算比较可以 这场比赛我们看个14分钟 或者05分钟 或者12分钟 然后第三场比赛 瑞典操长卡尔玛对阵北雪平 对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主场的卡尔玛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这场比赛给到了一个支持程度 给到了卡尔玛 而且北雪平其实做客的一个成绩也不太理想 这场比赛看看21分钟或者10分钟或者11分钟 然后第四场比赛西角的拉斯帕尔玛对着皇家贝蒂斯 拉斯帕尔玛只要这场比赛取得了胜利 那么就能保击了 而对皇家贝蒂斯来说 只要取得了一个胜利 那么他就能干嘛 就能欧战席位了 但是这场比赛 我觉得保击还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他的一个主场 我觉得也充满优势 这场比赛看看21分钟或者20分钟或者11分钟 然后第五场比赛英冠的利芝莲对着陆维奇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虽然在首回合双方演了一下 但是到了次回合 我觉得利芝莲的一个主场还是值得期待的 毕竟利芝莲我觉得更想回到英超 对吧 这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看个30分钟或者31分钟或者21分钟 最后一场比赛西角的皇家社会对着八人西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们的皇家社会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战役其实是不明朗的 双方状态也不太好 但是能降是比较出色的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80下不会落后太多 这场比赛看看0分钟或者11分钟或者21分钟 这就是今天的观赛指南 希望我们有好的一个运气